我今天的嘉賓是前大律師公會主席陳建生 歡迎你來《理事論事》 多謝 你們明天發起法律界的大遊行 因為你們不同意新出這本白皮書 中間所說尤其司法人員是治港者 你猜有多少人參加呢 我自己估計都應該有不少過400人 香港司法界的法官的誓詞中 是沒有講過愛國或愛港這個字眼的 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法官 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沒有提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然後再說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又沒有說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政府沒有說這件事 這個第五章裡面就提到 愛國是對治港者主題的基本政治要求 這個基本政治要求要愛國 那怎樣愛國呢 是不是要偏幫政府呢 是不是政府所有要政府執行的政策呢 都要法官配合呢 那這方面被人看起來 對於司法的獨立呢 是有一個相當負面的影響來的 大陸那些司法人員 或者是法律下議的人 就認為是用大陸法來解釋 但是香港的律師就會用普通法來解釋 為什麼你認為基本法是香港實施的話 又是普通法的方法來傳說呢 一般來說無論你用什麼方法都好 事實上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字眼寫得清清楚楚的 香港司法是要獨立的 這件事是不用的 用任何的體制來解釋 香港司法是非獨立的 要實行、要配合某些制度 或者某些政策的 我相信無論你是用大陸法也好 用普通法也好 甚至乎我都不知道你用什麼法也好 如果你解釋即刻變成白白 變成黑的時候 你是永遠不得到別人的信服的 有一位叫齊鵬飛 在上面這一次兩天前 就跟港澳小組的研討會 就是北京的 這位齊鵬飛會說 其實說清楚一點 就是一國兩制愛國愛港 港人治港中央授權高度自治 應該二十個字 不是鄧小平所說的 十二個字 這就是香港人常用的字眼 就叫做僭建 這本的白皮書那裡 其中他有一句是這樣說的 他就說行政長官在行使職權時 需執行中央人民政府 就香港基本法有關事項發出的指令 即是說在特首執行基本法的時候 他是要聽中央人民政府發出的指令 這件事和人大常委解釋是兩回事 在這方面也是令人擔心的地方 律師會 吳新強出來說 就是他同意一國兩制的 這本白皮書 他亦都說共產黨偉大 林新強所說的 都動搖了香港人對司法系統的信心 我覺得起碼聽起來是極端不舒服 令人覺得有很大的關注性 當然你說一個人說一句話 會不會真的動搖了整個世界 對香港法治的信心 我相信林新強先生都沒有這個份量 但是我們不應該令香港司法獨立被蠶食 也許多謝你今天接受我的訪問 但是你不要臨人 我會把這個包規釋 分裂 不是